德先生这么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在时间早上的7点22分了 在今天我们要先跟您来探讨修线的话题 坦白讲提到修线 也许很多人脸上画起了三条线 还押韵呢 可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修线这个话题 姿势体大 大家都会想说这个宪法该怎么修 原因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年以来 我们看到了台湾的政坛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因为台湾政治体制上面的不确定 所以产生了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 我不愿意讲是乱象 但是这些现象实在是让人担忧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跟您来访问的 是昆山大学 昆山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彭坚问教授 请他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老师您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早 是老师 这个距离上一次修线了 好久了 对不对 好 那是民国87年的事情吗 是 那可是那一次的修线 我们看到这个在阳明山的中山楼 那也是这个国大最后一次修线 当时的国大修了宪法 也把自己给废掉了 可是这个虽然把自己废掉了 那台湾后来的这些政治体制 到底走的是所谓的总统制 还是说要走所谓的内阁制 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也就是说是一个模糊的空间 然后呢 甚至于是一个兼具两个制的特色 结果这个特色 为台湾这几年来的政治发展 投下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基因 是 这一点我要请教你 好 那个县改本来就如主持人讲 是一个很政大 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工程 假如修得好 那当然对你的宪政运作是有帮助 但是假如过程当中 我们最担心是什么 就是你有没有共识 假如说我们今天目标有共识 但是策略没有共识 那本身可能会带来政治的动荡 像过去的日本 他是在美国迈克阿瑟 他在治理的时候 他用美国的宪政原理 来修日本国的宪法 那他们是以修宪的方式 来达到自宪的目的 但是没有发生动乱 那这个是很少的例子 那今天我们假如要修宪的话 我想最重点就是说 我们是内阁制 总统制 还是双手掌制 事实上我们的制度 在西方来讲 他认为叫做mixed system 就是所谓的混合制 混合制 对那有人是讲得不好听了 叫乱七八糟制 但我们学术来讲 应该是混合制 他有内阁的因素 也有总统制的因素 也有双手掌制的因素 但不完全相同 但是今天从制度建立的角度来看 你不管什么制度 他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 这才是重点 比如说美国的总统制 为什么不接受英国的内阁制呢 英国的内阁制 为什么不改成双手掌制呢 他有很多的因素 包含他的党政的文化 对于他这个制度 能够运作得很圆融 很成熟 那当然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会大于他制造问题的能力 那另外一因素就是我们制度有设计 为什么前几年的问题不大 那现在的问题这么大 就是因为人为的因素 但是人为的因素当中 一般现在看起来就是 总统个人的政治人格 再来就是政党本身的 那个政党的政治文化 出了问题 比如说英国的内阁制 他的政党的文化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个 他本身是具有民意基础的国会议员 多数党组阁 他的阁员可以兼任国会议员 所以他基本上 他的行政跟立法是合在一起 但是因为你是多数党 所以他的政策应该在国会是会通过的 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英国本身的运作 他的制衡系统能够表现得很好 就是因为当本党的政策太离谱的时候 本党的党员也会持反对的态度 甚至跟反对党一起投下所谓的 轻则谴责性投票 重则不信任投票 那不信任投票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这个首相 他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警觉 就是说我原来是多数党领袖 现在连我的本党党员都投下不信任票 表示我已经由实质多数变成实质少数 那变成少数怎么办呢 也就是你隔回你首相本身存在的政治正当性已经上市 所以他经过女王形式上的同意 解散国会重新改选 由选民来做决定 所以这个就表示说 他的政党本身是问是非 而不是完全是在政党的立场 那台湾的国民党本身 政党的政策在烂 他的党员还是支持 因为党本身你不接受 他本身会由党纪来处分 所以这种情况使得我们的这个 这个政党本身呢 是完完全全属于外造化 就是外面的中央党部 直接控制了国会的党团 那国会他本身有民意基础啊 可是你党意呢 本身并没有民意基础啊 所以形成我们的党意控制了民意 所以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 党意跟民意落差这么大 那这个就是造成跟西方的民主政治 因为民主政治本来就是民意政治嘛 所以内造政党 这个在美国在英国基本上来讲 以国会具有民意基础的国会议员 是核心 是 他外面没有一个什么 中央党部随时要给你党纪处分 对 没有这个现象 所以说这个就是包含就是 我们这个人的因素 政党的文化 才影响了我们制度的一个运作 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这是一个重点 老师 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 我们看到了这样子这么多的 目前来看 台湾的政治环境跟国外的不同 那么好 假定这一次两党真的要坐下来修宪了 要不要修宪 待会我们再探讨 如果真的愿意坐下来 好好的修宪的话 那么我能不能问这个 就是这个问题也许太过简单 说不定不是一刀两 一刀两断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该把台湾规划成总统制 或者是内阁制 才不会出现 刚刚老师你所说的这些怪怪的现象 那更重要的是 有些人在说 要做这些修宪的这个 真正要去修之前 必须考虑到台湾的地幅 地方有多大 人口多少 台湾的这个政治生态 因为经过这次九合一选举 我们也看到一些 好像这个直接民主的这个现象 越来越 大家越来越热衷了 是不是连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政治现象 也应该要考虑到 未来修宪的这个 整个修宪的幅度里面 或者是修宪的体制里面 对 因为你这个整个修宪本身 它当然是建立一个 所谓的这个制度系统 那这个制度本身 我们必须了解 制度是代表一个价值系统 那你在这个制度环境里面的人 没有这个制度的一个价值系统 那个制度就会走向形式主义 那形式主义的最大问题 它就会腐化 它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在修宪的时候 朝野甚至包含公民团体 全民都应该好好来 理性的来去探讨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制度结构 跟我们的环境 是不是有落差 那怎么样调整过来 至少我们按照目前的环境 它的改变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透过这个限改 那这个当然彼此要很冷静的 不要站在政党的立场 是 彼此很冷静的 很这个专业的 民意的整个结合 大家来产生共识 那这种修改本身呢 就会有它的功能 因为过去台湾在长期的威权统治之下 就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麻烦 就是说它党政的政治文化 仍然还没有进入完全民主的 这个政治文化 所以它党的那个支配性 党的威权性 仍然比较强 是 但至少目前我们看出来 民进党之一块 是超越了国民党的 这个民主的党政文化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国民党的这个国会议员 有内造化的这个声音 原因 就是在长期党义控制之下 跟民意差距越来越大 这是九合一 是最典型的例子 那国民党自然 它必须要彻彻底底 彻头彻尾的 好好去反省 因为国民党的这个精英 人数 比例 坦白讲是比民进党多 但是受到党政的威权文化的影响 很多的能力 很多的精英 他的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建议 都没有办法进入到 党的决策里面来 是 也就是说 他有很多人的因素 但是今天你要进入到法治化 你不能用人治 来达成法治的这个目标 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说现在 包含 所谓的 朱立伦 他的现在 抛出的这些个议题 是 尤其这议题 根本跟马英九 的很多观念 是不一样的 对呀 所以他会说 是不是说 我今天 迫于现在的这个 国民党的存亡 我不能够完全考虑 你马英九了 我必须跟民意 结合在一起 是 所以昨天那个立法委员 这个咨询这个行政院长 嗯 嗯 说万一这个有落差怎么办 嗯 那他直接回答 嗯 按照民意 哦 显然 这一块 这一块 就已经 很明显 他不得不做这种转变 是 就像主持人讲的 现在已经走入到全民政治了 是 哦 你这个民意的本身 在你的决策过程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 你不能故意忽略 哦 是 这个忽略本身 不要忘了 嗯 嗯 定期的选举 一人一票 嗯 他会决定你 统治或治理国家的正当性 嗯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是很明显 摆在这里 是 尤其是 现在走入到我们称为叫 审议式的民主 嗯 那什么叫审议式民主呢 他叫透过论辩 达成共识 然后完成政策的决定 与执行 那你现在根本不论辩 根本不沟通 整天躲在总统府里面 嗯 那很多就产生什么 政治的落差 是 甚至比如说 跟蔡英文要谈国事会议的事情 就你到总统府来 对 跟太阳化运动也一样 你到总统府来 是 也就是他还在享受那个总统府的权威 嗯 而不知道总统府的权威是来自人民的授权 是 所以假如你主动跟蔡英文联络 然后去拜会他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甚至公民团体也能够加入很理性的 很冷静的来面对当前所面临的宪政的危机 嗯 我想这个产生的共识的会大大的改变 是 人民对所谓政党 尤其是中国国民党的那个所谓的政治形象 就会改变 当然 是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 昆山科技大学通事教育中心的彭坚问彭教授 请彭教授跟我们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修宪呢 呃 其实坦白讲 这个大家都觉得也许这部宪法真的是到了该修的时候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新闻同业们来讲啊 修宪当年是真的是一场噩梦 我请原谅我 请原谅我这么说 不过牵涉到修宪的问题其实太多太多了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继续来请教教授啊 就是除了确定这个未来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修宪里面最重要的课题之外 其他还有很多修宪啊 比如说这个议题里面包括像这个下修投票的年龄 对不对 还有这个甚至于有人会想说这个是不是国号也要说修一修 像这种话题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两党一旦真的有修宪共识的话 真的这个会会变成一个 他会无解呢 还是说他会变成说好大家再来吵一顿 是 我会想这个必然会面临到的问题了 但是大家必须要考虑到 一个投票 一个决定 会带来国家明显而立即性的危险 嗯 那那这个议题就最好搁置 嗯 等到这些状况解除了 我们再来处理 是 所以最近这比如说中华民国国号 有有有有有有些的学者包含国会议员都认为目前不是党 好 因为他带来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的不安定的那个幅度啊 嗯 会快速的提升 嗯 甚至会动到两岸关系 是 好 所以这个也可以不必讨论 但是我们对于过去我们在自宪的时候 嗯 包含宪法本文在内 假如说会造成民主政治的运作 甚至政党政治的运作 有困难 好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很认真的去面对 而且大家都有共识的 比如举个例子 嗯 我们的本文里面谈了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 为民有民智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是 那个三民主义摆在那边 因为他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党义嘛 嗯 那民进党怎么去接受你这个东西呢 哦 所以你国国三民主义 武当手中 对 那我民进党怎么唱你的歌啊 所以是包括那个李秀莲啊 包括包括陈水扁 他的嘴巴动根本就没有声音嘛 是 所以这个就 你改 比如说把很简单改一下 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智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请问民进党会有意见吗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是世界都接受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是 价值观 对 另外把一个人 人民也不适合放在宪法里面 你看美国的宪法 英国的宪法在内 虽然它是不成为宪法 嗯 很少是把人的名字摆在宪法里面 因为宪法是可藏手酒 人是有生命的一个所谓的限制 嗯 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只有共产国家 包括列宁啊 史达林啊 毛泽东啊 或者什么 什么那个那个谁 那个那个 邓小平啊 嗯 他们都会出现在宪法里面 哦 所以民主国家基本上 它是一个宪法是什么 是高度政治性的法律 嗯 那高度政治性 这个政治谈什么 就是理念 是 理想 那这个理念 理想本身 通常是不把人放进去的 嗯 所以类似这个状况 教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民主 政治的运作 甚至包含政党政治的运作 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去除 你看美国的国企 你看不到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影子 嗯 我们的国企却看到国民党的党徽在里面 是 虽然说他们做了解释 说这个党徽跟国会不一样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吊诡 实际上他本身源头是这样子 是 所以你包含国歌国旗 或者这类似的这个问题 都都可以好好去去配合时代的潮流 做一个适当的一个修正 而且这个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了 是 你不要以党一党之施 所以我坦白讲 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 从本文来讲 是充满了中国国民党 这个党的那个什么 党的利益在里面 是 好 但是问题说 你说把三民主义变成全民的共识 嗯 以前在威权统治之下 你不得不 嗯 现在走入民主政治之后呢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他本质三民主义是不错的 他谈到军富 难道你民进党要军贫吗 是 哦 那民族民权民生都在打不平等 嗯 今天的民主政治是不是也在打不平等 是啊 一样嘛 嗯 所以你把那个帽子拿掉 那实际的内容 大家一定有共识 哦 那民进党的人也不会像以前 当选的立委 不在立法院宣誓 因为立法院里面有总理 孙中山 啊 有那个国民党的国籍党籍 嗯 他宁可跑到立法院外跟全民宣誓 那这个已经很明显的透露 这里面的讯息 是 可是在美国 在英国 在先进的民主国 包括法国 德国 没有这个现象 好 那假定这样来看的话 那什么时候才是修宪的时机呢 我想这个时机 是2016之前还是2016之后 我想就看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嗯 假如大家觉得这个时机是成熟 彼此都可以接受 也不会带来所谓的这个自爱难行 好 我想基本上大家初步有一个接触 有一个沟通 等到时机成熟之后 再来处理 好 也可以的 是的 比如说你甚至到2020年才工程完成 嗯 那时候才运作 也OK 但是现在你又想 这个改为内阁制 是不是对独立人有帮助啊 对蔡英文变成虚位元首 他还需要选吗 千万不要这么去想 那都是人的因素 因人设事 对 那这个制度就很难达到 所谓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的这个指标了 嗯 就很难了 都在算计 对 对 把我们知识分子 我也坦白讲 嗯 不要去当御用学者了 对 我们知识的理性 就是追求真理的唯一的一个道路 朱立伦自己也说不要有政治算计了 是啊 这是他昨天所说的 但是我们现在担心到政治人物说不要政治算计 事实上他的潜意识却有 那也很麻烦啊 嗯 但是他有一个制衡系统 是 check and balance 制衡系统的这个机制 让他呈现出来的话 嗯 因为制衡的目的在哪里 他说宪政原理 就是追求社会正义 嗯 但是没有制衡 一定 没有社会正义 很难 所以他的设计是有他的 所谓的互相的关联性 是的 所以美国的民主学者叫罗伯大 嗯 他讲过 任何单一变相 是不可能单独构成民主 嗯 它是多元的变相所构成的逻辑体系 所以你必须有宏观 严谨 理性 去做思考 嗯 好极乐 但你不能变成民粹 嗯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 很多理念 一到了民粹就完了 对 像过去 我们国大那个政大的有一个 呃对宪法很了解的一个学者 他就因为参加国大修宪 最后往生了 啊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所谓的 因为他是全国不分区 派出来的嘛 嗯 那个有民意基础选的 他就否定他的正当性 哦 我们是有选举啊 你没有选举啊 我先讲 我说的才重要 你的 不重要 嗯 因为你没有什么民意基础 嗯 那就造成他 他没有办法把他的专业 理性 提供给大家共同来讨论了 嗯 民粹就控制的专业的理性了 没错 这个 这个就是 呃 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 哎呀 好 这可见 修宪真的是很 很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啊 他接着很多因素 是 对 很冷静 嗯哼 好的 呃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昆山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彭坚文教授 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修宪这个话题 呃 往后我们还有好多好多机会 一定要赶快跟呃彭老师请教 谢谢您彭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